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播出的维新周报 我是洪玉江 谨遵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在每个农历新年前夕 为大家播出当年度的 维新周报总回顾 我们规划连续两周 总计九大项目内容 今日播出前四项主题 希望广大十方善性 世界各地华人朋友 能借此了解 禅吉山维新圣教 走过的2020年 首先请进入维新圣教 重大建设报道 庚子年惊涛骇浪 风风雨雨 新冠疫情的威胁 不时笼罩全球人民 回顾庚子年 禅吉山维新圣教 秉持着消灾化节的天命 接连不停地起见 消灾化节法会 同休闲事 也不断诵经祈福回向 为天温永习 台湾平安 世界平安而尽心力 即使在如此忙碌之中 维新圣教也未曾停下 红法立生的建设脚步 首先是一京大学的建设 在6月25日 一京大学维新圣教学院 举行F洞校舍动土典礼 宗族混元禅师 带领维新圣教学院 陈立岳院长 集中法师 规划院张院长 和维新弟子同修代表们 宇冠李贵斌 台湾教育大学系统总校长 吴清基先生 南华大学林聪明校长 建国科大 江金山校长等破土动工 未来F洞落成将作为研究大楼 投入中华文化研究之中 成为一京风水学教育研究的硬体基石 在教育建设方面 除了教学大楼的建造 宗族也积极推动 一京大学大礼堂的新建规划 5月3日 宗族来到规划院 听取原仓院长 及东南景观设计公司 邱设计师 对于大礼堂之简报 针对大礼堂之建筑形势 外观及内部格局规划 以及适用之各种多元用途设计之考量 和建筑师之设计得失等等 进行检讨与适用性讨论 宗族时时刻刻关心着规划进度 不断与相关人员讨论定案 近期 在2021年1月13日 巡视八卦山一京大学时 也再次与原仓院长 原权法师 和邱设计师等沟通讨论 并提醒尽早完成大礼堂的位置放样 其能早日完善一京大学 奠定一京风水教育的百年大计基础 另外 在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八楼王产老祖殿外 庚子年奉请了南天三四三天王玉石雕作圣像 提醒南天三四三天王的慈悲 守护地球 消灾化解 化解天温 圣像壁雕工程在6月17日 由负责此工程的东南景观公司 邱惠平设计师 来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 向宗族混元禅师 说明工程进度 指出接下来即将进行组合工程 并与宗族讨论各项壁雕细节 7月底开始施工进行安装 配合维新圣教举办的消灾化解法会 共同来祈请诸佛圣神光匠 加持护佑台湾平安 天温永习 工程于10月25日 久久重阳 完工落成 并举行揭蔓典礼 由宗族混元禅师 率领33天王圣像供养人 和众多嘉宾 同修代表们 焚香上表 恭请南天33天天王将真灵 加持共转世界和平 消灾化解大法轮 宗族也以老祖圣事 来开示同修们 要进一步化解两岸干戈习战争 要化解民养两界的战争 必须在台中道场八楼 以玉石雕塑 南天343天王圣像 守护台湾平安 守护地球的平安 故由今日333天王圣像落成 化解民养两界干戈习战争 化解海峡两岸兄弟无名战争 珍惜情缘 另外在台中道场六楼的 混元禅师莫保流通处 也于7月1日午时接曼启用 宗族混元禅师也开示了 于梦轩这个地方 就作为莫保流通处 莫保在每一个每笔一画 都在转法轮 是老祖在这里转法轮 龙天护法在这里转法轮 之后大家要师父的莫保 要老祖加持的莫保 都可以来台中道场六楼 混元禅师莫保流通处 云梦轩这里来请购 维新电视更此年 维新盛交重大建设回顾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维新盛交宗主混元禅师 曾于年度元旦祭祖大典前夕 开示电视直播传法用词 指出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住持法师 协助宗门行道事物法轮常转 皆为重要的世界和平助力推手 2020年新竹大凡寺 住持元同禅师 以及宜兰道场住持元徽法师 圆满人生修行 往生佛国 其谦卑包容 勤勉实修的精神 将永存同修们的心中 请进入以下的回顾 责任日已远 典型在述习 在更子年紧张的防御 与繁忙的法务中 我们敬爱的大师兄 元同禅师 及宜兰道场元徽法师 相继离开了我们 回归佛净土 成就各自国位 两位先贤在世时的为人处事 以及为维新圣教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之宗旨的 全心全力实践 都是我们维新贤士的榜样 值得我们效法学习 在此我们再次来感怀意念 这两位责任 愿他们成愿再来 再续全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维新电视更子年 典型在述习回顾 维新圣教目前在全台湾的分部 总计40多处分四道场 以下分四道场活动主题 了解今年度各分四道场的重要法务活动 禅吉山维新圣教40多处分四道场 遍布全台及海外 担任起弘扬教法 护佑黎民百姓平安的重责大任 所有道场均遵循 王禅老祖圣事及宗主魂元禅师指示 行萧灾化节解冤世节之法仪 传光明平安的易经风水学圣法 结上善妙因缘 普度贤士同修共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法轮 在更子年中有更多在地道场 加入此红法立身行列 维新圣教苗栗道场2月6日 前往总本山仙佛寺 引请王禅老祖今生圣座 驻驾苗栗道场 并于9日午时入伙安座 举行接曼典礼 宗主魂元禅师带领苗栗道场助持 圆艺法师 即来参与典礼的法讲师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 和仲贤士同修等 恭请王禅老祖降真灵 光降道场护佑侠内风调雨顺皆平安 苗栗道场正式落成 加入维新圣教红法立身共转法轮 接着在4月26日上午 丰元教室也举行安庐安座接曼法仪 正式升格为丰元道场 道场助持原品法师 恭请宗主魂元禅师 主持安庐开光安座法仪 并和法师、董事、嘉宾等 共同为丰元道场接曼 宗主也祈勉 丰元道场本着天命 继续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除了苗栗和风源道场 屏东新发教室也正在积极 兴建维新圣教建筑 将于完工后升格为道场 广阳维新圣法于南台湾 在北台湾则有维新圣教 淡水道场预定地 龙泉大楼 于10月8日正式动土开工 未来建设完成后 淡水道场即在此大楼设立 而在庚子年 各分寺道场皆忙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除了遵照政府防疫措施执行 在维新圣教启动消灾化解法仪的同时 各分寺道场也都动了起来 护制法会法仪 依法修行 依教奉行 国立2月2日宗主率领各道场住持法师 来到总本山天坛 焚香礼拜玉皇大天尊 将在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 起见维新圣教几亥千秋 王禅老祖补天天宫初询祈福大法会 所公设的天宫赐福圣座 一一颁发给各道场住持法师 请回各道场 并于八日安座 供于维新圣殿 以油灯供养 其请天宫赐福 和尽皆平安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紧接着配合2月6日 在仙佛寺天坛起见的 维新圣教庚子年 消灾化节天温永息法会 各分司道场教室 前往总本山 恭请佛自净土 致各道场教室供奉 并于2月8日 举行消灾化节 供佛修净土法仪 香花素果供养佛净土 请诸佛菩萨佛光普照 侠内众生皆平安 消灾化节天温永息 所有道场持续发动 闲世同修及善性大众们 恭送鬼谷仙师天德经 尽全力于农历2月19日前 合力完成480万部之功德 来回向给并魔冤亲债主 解冤事劫 消灾化节 维新圣教日本大阪道场 也在2月23日 举办的庚子新春祈福会上 邀请河内长野市 岛田志明市长 市议会浦山宣之副议长 大阪日台交流协会野口医会长 日本人间国宝 主本蓄将总师范 水墨大师李洪如先生 及台北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 李士兵处长等众多友人 为新春祈福 也为全球疫情祈福 各分寺道场在3月 则及时带领同修们 前往仙佛寺千佛大禅堂 邻请四大天尊圣像至各道场 并于3月26日午时 奉安风水雷电四大天尊圣像 恭请四大天尊镇守道场 守护侠内众生一切平安 护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以上所作这一切都在 祈请诸佛圣神 护佑台湾平安天温永息 当然各道场也各于周年吉日 起见周年齐安消灾法会 感恩诸佛圣神 护佑侠内黎民百姓一切平安 另外土城安心道场 也在庚子年进行了道藏的迁移 改善了室内空间的规划利用 在9月19、20两日 先行进行道藏搬迁的前置作业 将第三讲堂旁的仓库 改装为储藏道藏专用室 并采用移动式书柜 增加道藏的容量 10月27日将道藏 由现有道藏柜请下 站置于大殿及第一讲堂中 并在11月1日 进行道藏迁移至新典藏库的传葬活动 传葬大典圆满 同修们发喜满意 维新电视庚子年分四道场活动回顾 请稍后片刻 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产吉山维新圣教之教义核心 是融合易经 风水与宗教 丰富的信仰文化将易经风水融入生活 欢迎大家前来总本山仙佛寺 以及临近分寺道场 参拜王城老祖同时接法 祈愿友人信众获得安定的心灵 维新电视台维新周报 也将持续发挥传播之所能 提供您更多元的维新世界最新动态 接续让我们进入 易经风水学术教育方面的年度回顾 易经风水学的教育 是维新圣教积极弘扬推广的 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之道 以宗教融合学术 学术成就宗教 是宗主混元禅师接诸的纲领 让社会大众普遍认识了解 易经风水学 也藉由维新圣教学院系统性的教育 为维新圣教培育弘法师资 将平安带给每个人 带给社会和谐 天下太平 世界和平 虽然庚子年因为疫情 我们在生活上很多方面受到影响 但易经风水学的教育 持续不断地在推动 易经大学诗讯处 在庚子年仍然举办了三场 维新世界和平高层论坛 邀请各法师出席 提出各自精辟的研究见解 分享给同修 启发同修们的思考面向 为台湾平安 世界各国平安来努力 台湾鬼谷文化学会 所举办的鬼谷文化古智经用 即心灵升华讲座 也在6月30日举行咨询教授会议 宗主混元禅师和杨吉东院长 及参与的20多位学者教授 齐聚交流 并期望诸位教授学者 继续奉献智慧 以造福后进学字 为世界和平打下更稳固的基础 接着在8月28日 于维新圣教台东道场 举办讲座 吴院长康文 杨校长国寺 施教授浙雄 黄教授春枝 以及杨会长吉东等专家学者出席 提出鬼谷文化 面对当下市局环境 在各方向的运用 以及身心灵健康的各方面精辟见解 而说到教育 无时无刻奔波各地 为同修们上课的宗主混元禅师 更是当仁不让 在庚子年举办了两场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全国知会长授课 2020年3月17日 于彰化秀水太极道场 6月13日在台中道场 为了让功德基金会的知会长们 担负起未来 维新圣教更为重大的天命 宗主毫不懈怠地为知会长们上课 只愿知会长们从正确的天命 来开始转动法轮 成为台湾守护神 那么台湾就平安 同时宗主也持续不断地 为正旗班和博士班 硕士班等学员上课 6月11日带领博士班学员 前往新北市三重地区 最古老庙宇仙色宫 参拜神龙大帝 并进行户外教学 由仙色宫李董事长 为大家解说其历史 及珍贵的庙宇建筑文化 接着在8月23日 易经大学108学年度 联合结业典礼 宗主亲临主持 并为今年度2902位结业学员 颁发结业证书 并开示勉励所有学员 为国修道 为人类祈福 并齐勉同修继续修行 让世界人类和名阳两界 能够消灾化解 而在维新圣教学院方面 庚子年中 各种团队班级仍然举办 包括2020年教师辅导 研习营提供各级学校教师 进修学习 易经风水法门 发挥易经风水最高实用性 为实际处在第一线的教育者 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让学子们都能拥有最适合其个人的学习环境 与目标方向 另外建筑空间与美学设计研习营 则是与国立秀水高宫联合主办 提供建筑相关科系各级学校老师们 将易经风水学运用于建筑教学上 古制金用 地己 利他 传授教育学生 利全名 还有建筑设计与风水大专属期研修班 提供建筑相关科系大专学子们 利用暑假期间来学习易经风水学 将所学运用于日后的建筑设计 利己利全名 创造全盈的平安社会 而第二十届易经新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 也在台北树林大安寺如期举办 虽然因为疫情影响人数减少 但教育内容品质依然秉持宗主的要求 给予大专学子们最好的师资 最佳的上圣妙法和安全的学习环境 希望大专学子结业后 都能借此开创自己的光明人生 除了这些正常教育与营队团体教育 毕经大学师训处在9月26日 也邀请前教育部长吴清基博士 来到千佛禅堂进行专题演讲 以重现教育的价值与希望为主题 为同兄们讲述养贤蓄财的内涵 并以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来勉励同修 为师资培训教育 补充为人师的内涵精神 同时师训处也在庚子年开始 致各地举办洋宅风水学讲座 将一经风水学教育讯息带到各村里社区 鼓励更多的乡亲朋友来接触学习一经风水 多一个人平安 即使社会多一份福气 维新电视 庚子年一经风水学术教育回顾 在法宝丛书心灵的对话第四章 宗主混元禅师开示 朋友 太阳曾经停止照耀大地万生万物吗 月亮是否也曾停止绽放光明 其实我们的心和太阳月亮是一样的光亮 期盼每位朋友以清静安定的心 更高的勇气与智慧迎接未来 感谢各位的收看 请持续锁定 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二 星期六晚间7点30分 播出的维新周报总回顾第二阶段报道 维新电视在每周六晚上7点30分 以及星期日早上7点30分 下午1点 欢迎您一同关注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 祝福您新丑年万事吉祥 何家平安再会